哈囉 大家好 我Jessica 嗨 我是特班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大家很喜歡看的包包的一個合輯 就是我們會分享我們手邊的包包 然後今天我們分享的包款 大部分都是算是比較經典 然後比較實用的 我自己覺得很實用 就是它都算是蠻百搭類的 然後可以給你們當一個參考 而且這些包款大部分都是 你可能今年買了 然後兩年三年四年以後都 拿出來都還是很OK的包包 好 廢話不多說我們趕快開始吧 這次第一個是缺班的Chanel包 它很喜歡 到現在還很喜歡 現在還是覺得很好搭 然後可是我覺得唯一的缺點就是 小羊皮的問題 因為小羊皮它就是 可是因為我本來就不太會顧寶寶 小羊皮它比較容易會磨損 就是如果你不好好保護的話 會比較容易磨損 可是小羊皮的包 然後摸起來質感很好 它就是這樣很軟 然後很滑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們 好不容易賺到一筆錢 然後要買一個Chanel包 我覺得可以買牛皮的 牛皮比較就是那種栗子紋的 它比較抗瓜 最近還想再買一個銀扣的包包 因為我覺得銀扣很好搭 我覺得銀扣比金扣 稍微又更好搭一點點 對 然後它裡面就是經典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袋子 我這輩子還沒用過 對 然後裡面就是經典的就是這個 然後裡面有一些我的東西 東西還在裡面 對 口紅啊 然後有這麼一個東西這樣子 然後它袋子可以雙 雙肩帶杯也可以在一間 這個應該是很多人都看 算是很經典的一個包包 對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2.55對不對 2.55對不對 在歐洲買的 去歐洲買的 歐洲買的蠻滑像的 我記得才買4萬 4萬多塊 台灣好像要6 我不知道欸 我忘了多少 台灣賣比較貴 台灣本來聽到我賣的價錢 我覺得跟歐洲比起來 價差算是比較大的 對因為我想要一個紅包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這個 我就很喜歡 然後它就是經典的毛巾 然後算小包啦 這個包包是他們家經典的 就是知道 你現在到櫃上去看 都還看得到這個包 可是可能有不同的顏色 或是什麼 看到我的耳朵 好荒謬喔 好這個就是有時候 你去婚禮啊什麼的 我覺得很好用 就是婚禮都可以用 然後還有這個 然後因為它帶點帽釘 就比較沒有那麼的 就是 會比較有個性一點 對比較有一點個性 沒有那麼無聊 然後鏈子是像這樣 可是它鏈子沒有很好背 因為它的鏈子都是鐵鏈 對 可是我覺得就是 還不錯啊 還可以買 就是 如果你們買Chanel 那些不好入手 你們可以先買像這種類似 這種 這是上次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他買的 我去日本買的 就是那個 Alessana McQueen的包 可是台灣沒有 因為它沒有很貴 因為台灣買的話 通常都是要去它的那種 slash shop買 或者是請代購 對然後我這一款 我自己超喜歡的 它也是 我就想要找這種 銀扣的 然後它是流書 它好像是秀款 所以我不知道台灣有 買不買得到 然後我很喜歡它的巴售 是長這樣子 我覺得這種也不太會 不太會退流行 不太會退流行 對像這樣 而且就是如果說 你不喜歡跟大家 都被一樣包的人 這個牌子是可以很值得考慮 因為這個牌子 在台灣其實 其實不算大眾 對對對 不算大眾 因為第一個它不好買 第二個是 它最紅就是它的那個鞋子 白鞋 它最紅的是手拿包吧 對對對 它手拿 它是那個手指虎的那個 對手拿包 可是像台灣現在 大家最多人都在穿 就是它的鞋子 不喜歡跟人家賺寬的人 你就可以考慮這個牌子 對然後他們家的包包都是 就是做這樣子 然後它裡面紅色很漂亮 然後就是很多錢 這個包包換台幣大概多少錢 六萬左右 我不記得 我跟你講多少錢 好像六萬 我買其實都沒有 就是不太計的價錢 反正就是大概 五六萬吧 對 還是六萬 我忘了 好那我們再下一個 這個是我在機場買的 台灣機場買的 然後買 寶格力的 記得是六萬 寶格力的包包都不便宜 這個包包蠻值得可以買的 其實這幾個我都覺得蠻可以買的 這個包包 它是屬於比較扁的包包 它側面看它的空間其實比較扁 所以如果說你是要放長頰 又要放相機 這個包可能會有點太小 可是這個包包它就是很好看 而且你不管穿裙子 穿褲子穿什麼 它其實都很好背 對它是最經典的 它的那個舌頭包 然後它前面就是有保濕 可是我已經被我扣到了 就是還有一點點眼睛有被削腳的 然後它的質感超好 然後它也很好保養 然後 不過它就是真的很小 就像這樣子 然後裡面有一個 它每晚都會給一個小鏡子 我這輩子也沒拿出來用過 膜都還沒撕掉 對 然後我就放在裡面 這我在台灣的Sogo 這個我覺得超好看 都有裝好看 都難收購買的 它是後背包 Chloe的後背包 我到現在還在背這個 你前兩天活動 其實我都有在背 一直都有在背 就是 而且它很誇張 它裝得像長頰 喔對 長頰 它裝得像長頰欸 很測欸 它可以再裝一個相機 它是可以的 對啊 因為我下面有東西 下面有東西 稍微移一下 欸我們家這隻突然出現了 它裝了像長頰 它是扣的起來的 長頰在裡面 它是可以剛剛好裝 然後 我覺得 很好搭 它其實還有在一個 再大一點的Size 可是今年流行 小的後背包 不過再大一點的Size 也是 就是也蠻紅的 然後它這邊還有一個 就是可以兼背手提的 然後還有一個後背包 你媽咪生氣了 為什麼 你打它嗎 沒有沒有 那為什麼要生氣 嗯 它已經 我看到 這個生氣 然後它是金色的扣子 然後這邊是幾皮配 應該也是牛皮 嗯 就像這樣 這剛好 這兩年很流行這種小的後背包 然後像 很多人另外有人背的就是Chanel 可是Chanel的價錢就比較高 所以如果說 你也想要入手這種後背包的精品包的話 可以從Chloe下手 記得四萬多 它算是比較好入 因為 差不多那個價錢 也要十幾萬 對 所以那真的 這個比較好入手 而且這個造型我覺得就是 比較年輕一點 對這個真的 什麼衣服都可以搭 洋妝什麼都可以 這個就是比較多人就知道 它有更小的 然後它還有出就是很多圈圈的 它其實是近幾年它出的新的樣式 然後它這個扣是像這種卡榫 嗯 它是這樣子扣的 對 然後 這包也是紅番甜的嗎 對啊 它現在還有啊 然後它現在有出再更小的 更小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買了這一個 然後裡面是幾皮的 對 然後你買 如果它這個缺點就是 這繩子很難背很重 背帶真的不好背 然後它的小的背帶好像是 有那個 有一塊皮的 喔有嗎 我記得有 外手的 我已經買了 喔這個是很帥的包 這很帥 然後我買了 我大概只背了三四次吧 然後我忘記 然後我背了兩次 你有背喔 我忘記我買它了 然後我是最近就想起來 然後我才打挖出來 這是我請Vida去那個 英國還是哪一包買的 它是比較大的包 然後好像買七萬 七萬多 它是像這樣 像文件夾信封 它裡面沒有什麼分子 它這2.5的差別 它就是再更大 對 它其實真的很大 然後這個背起來很帥 很帥 然後呢它可以 鞋背也很好看 然後你可以把它就是 捲在手上 手貼很帥 然後我覺得很帥 然後你就穿個那種白襯衫 像這樣 然後穿個白襯衫 然後什麼的 這樣背 然後 反正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包其實 就是比較好保存的 因為它是比較硬一點的 對它就像荔枝紋 對 缺乖是會把包包 就是直接往地上放的那一型 對 所有包都往地上放 對 所以它對它來講就是 現在的訴求 它如果 你怕貓 你怕貓 我來貓這個狗 哈哈 你只想給Yama一抱 你只想給Yama一抱 然後下一個的話是 啊誰要的 小黃包 這個是我的壽氣包 壽氣包 本來這個就是我之前看很久 我就在櫃上看了 我就超喜歡 超喜歡 然後我就 我可以講你的故事嗎 可以啊你可以講 然後我就我就把那個 我就 我那天就還在考慮說 我代表買哪個包 然後我就傳訊息給它 欸我跟妳也去看了還是 不是 妳沒有跟我去看 反正我就傳去 因為我還在想 因為這個包我記得是13萬 嗯 我記得蠻甜的 然後呢結果 我就跟他說 欸那個 他跟我說他喜歡這個 對我說我喜歡而已 然後呢結果 我那時候就跟我當時的男朋友 我去吃飯 然後呢結果 那個 飯局就有 就有 嗯我不認識的幾個女生 然後呢結果他就 他們就在聊天啊 然後呢就有其中一個男生 就跟我說 喔妳 因為我在那邊滑手機來看 我要想要買的包包 然後呢他就說 欸那個 那妳想買Chanel 我說對 然後他就說 我朋友可以幫妳買啊 妳要幫我請我朋友幫妳買啊 然後他就指隔壁的女生 正常來說 人家cue妳 講這個 妳就覺得 然後那妳就問他 對 這不是很正常嗎 因為重點是我 重點是那個女生還聽到 他有問妳說 喔可以啊妳要哪一個包 對然後重點是 那男生在講 然後那女生還跟我 就回我說 喔好 他說妳要什麼包 這樣子 然後我幫我手機 我就在滑 然後我就跟他說 喔我想要這一個 就是這個黃色這一個 就這一個 對 然後就是黃色的BOY 曉得 然後呢他就跟我說 喔我是可以幫妳拿啦 就是 我跟妳不捨 超級的欸 然後那天我就 我就快氣死 然後重點是 當時的 我不講哪一個 然後當時的 就是他男伴也並沒有幫他 說話 對 可是大家都聽到 重點是就是他的朋友 然後我就很氣 然後我就氣到 我當下我就先回家 然後我就回家氣哭 嗯 那我覺得說 我也沒有啊 我從頭到尾也沒有啊 要給妳拿折扣 也沒有啊就是 我也可以自己買 然後只是剛好有人問 然後妳也問我 所以我這樣子講 那妳如果不想就不要回 對我也覺得妳就不要回 我也沒有啊 我也沒有要叫他幫我拿 對 好像要在他便宜的感覺一樣 對我從頭到尾都沒有 我也沒有要幹嘛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大家就是 氣 對我真的超氣 他氣到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想他超氣 然後他先回 他先回家 對我先回家 那時候我跟妳才剛剛 分開嘛對不對 因為他要去吃飯 所以我跟他分開 然後我還在台北 對 然後呢 結果我就講一講一講 之後 然後呢結果之後就有人 按電鈴 然後呢 沈媽媽就打了這個寶寶說 她真是有病 我就這樣子 我就把包包拎給她 我就跟她說 我就覺得我們不能輸啊 就是到底就是 為什麼說得起啊 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都會這樣 我們就是 講不得欸 講不得 不是因為這個真的是 因為她這樣子的 就 不知道欸 不是因為我本來就沒有 我本來就沒有 我沒有愛比什麼 可是只是說 我覺得就是那個人就是 因為她的那種態度就是 有點看不起的感覺 對就是 講話的那種感覺就是 我就覺得我也不認識她 對 對 然後重點是當時 隔壁的人也沒有幫我 對 當時男伴也沒有幫 真的是 這樣不行 各位男伴們 如果女朋友受氣 妳一定要馬上站出來 對 就重點 那時候最氣就是這個 接下來這個也是 我的生日禮物 神媽媽送的 對 可是這個也是我 我當時 我們兩個其實有時候就無聊 我們就說那我們去逛一下 對去看一下 然後原本 最愛買包的人是我 對 然後我就說你陪我去看 結果她那天當天她自己就買了一個 我買了一個包 然後我那天就覺得我自己也好想一個 我之前很久以前就很想一個Lady 可是Lady很貴 我就是也在想 她其實價格跟 神那種是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很喜歡 可是我覺得我沒有到這麼喜歡 就我覺得她還沒有 就是都是我很喜歡的感覺 就是我再看看 嗯 然後那就再隔幾個禮拜 我就再去Dior 我就晃一下 然後她就出了這一個 對 然後她搭的背帶就是這一個 因為那時候你最主要卡在這個五巾 那時候你喜歡這個Logo 可是你不喜歡舊的那一個 就沒想到我還跟她講說 如果有出這個Logo 就是改成這個的話 你要跟我講 對 他們還說不知道會不會出這個 結果隔幾個禮拜就出了 然後呢 這個背帶又可以拆下來 你可以再去 背到別的背包上 對 對啊 就很帥 反正那時候 那時候就剛好就是 她傳照片給我看 我就馬上問那個 我認識的貴哥說 你們有沒有這個 馬上要一個 對 然後有個這個 然後容量很好裝 嗯 反正這個我覺得 牛仔褲 一樣牛仔褲 什麼休閒 就像我 其實平常看我穿搭 那些都是可以搭 像這種包包 比較帥氣一點 或什麼都可以 對你看你打他拆掉 就又變得很 比較 就是 氣質或是 對 然後這個你再加上去 就變得很有那個 年輕一點 休閒感多一點 對 這有一個就是我 我當初是跟大家去看 然後看完 他很想 然後我當下就跟那個 那個 專員訂了這個 可是因為他要等 他沒有現貨 我連現貨都沒有看過 可是我就訂了 因為我太喜歡 而且他們最近聽說 好像可能 要出秀制的服務 對反正 反正這個就是我當初訂的 然後 等了兩個多禮拜 嗯 我就拿到了 然後 超級喜歡 然後我買的時候 是六萬一 六萬一 然後呢 隔了 對隔了一個禮拜 他那個專員就傳訊跟我說 就是他已經漲價 漲到八萬 八萬多 對 然後 就覺得很幸運 然後他 因為我之前都是看 他們所有的Dior 發給那個部落客的包 他全部這邊都有 秀制 可是因為當初是 他們本來就沒有在賣這個 可是他跟我說最近有 對最近他可能會有 如果有的話呢 可能會去秀這樣子 如果秀在跟你們分享 他也就在跟你們分享 對 然後這個是我最近最喜歡的 不過他很重 他很重 然後裡面 因為他就是沒有任何的隔層 所以如果你東西多 他就是全部丟在裡面 真的就是像垃圾堆一樣 就是真的很重 如果你沒有在分裝袋子的 你覺得會不會是只有 你把它弄像垃圾堆一樣 對 而且他都會把它放在地上 對我都會裝鞋子 他那天把它放在地上 然後就那個 誰就跟你講說 欸你這個要放椅子上 然後他說 喔沒有關係 放地上就好 對啊 好我們家這隻一直來 來搗亂 這些包包 其實就是不一定都是 當季的新款 可能有的都是經典 應該都還買得到 對 而且有些包包他買的時候 可能也不是第一批的時候入手 但他就是覺得這些包包 是很經典 然後很值得 可以投資 然後或者是說 你人生中可以有那種一個 當然你不用全部都買 你可以 就是當作是一個獎勵自己的目標 因為像 他就說 買包包就是 激勵他 努力工作 的一個動力 對啊 我也沒有那麼喜歡買包包 對 可是就是我慢慢 我看到喜歡我就買 因為我覺得反正你 你那麼辛苦工作 你就買一個給自己 也不會這樣 那像他的包包 其實剛剛介紹的很多 都已經是好幾年了 可能四年五年都有 就是 都還有在背 嗯沒錯 好 那以上呢就分享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 這算是炫富嗎 算嗎 他 他炫富不是我 不算嗎 不算我又不是 不偷不搶 不是啊我又不是很快 就是幾天就買很多的這樣 就是我慢慢買的 就是你要說真的是好幾年 累積起來 累積下來就是買幾年 沒錯 對 好啦就當作是一個人生的動力跟目標 那就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 不要幫我們按個喜歡 我剛剛在講什麼 如果喜歡 不要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也不要忘了訂閱頻道 那薛伯伯的IG會放在底下 大家請去追蹤他 然後很多人在敲你自己開頻道 我跟你講 我不會開啊 他不會開 因為他不會剪影片 然後呢 他就算開了頻道 他也不會上傳任何影片 因為你根本會來不開 對 然後他就會說 你來的時候一起拜就好啦 對 所以大家就是 真的好麻煩喔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他的影片的話 就去他的IG 他IG會PO一些現實啊 然後他有些 有時候會PO一些小小的短片 或是什麼 大家可以去那邊追蹤他 那如果想要看到他會動的人呢 就可以追蹤 Bowow Korea的直播 對 你會看到一兩個小時的他 好啦那就這樣子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